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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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不合就開槍 加州10號高速公交槍手被捕 南加波斯特大火逐步受控 累計撤離1200人 1號公路安裝超速攝像頭 加州新提案有望通過 極端高溫來襲 家庭和企業承受經濟重負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的關注 南加州10號高速公路上的公交車槍手 在週二被逮捕 警方指出 嫌犯在公交車上發生口角衝突 開槍擊中一名女性 隨後逃逸 來看警方的報告 在案發後的20個小時內 加州高速巡警逮捕了 在南加州鮑德溫公園市的公交車上 開槍傷人的嫌犯 警方說案件發生在週一下午6點左右 嫌犯搭乘10號高速上向西行市的Foodio Transit公交車 當時車上有17名乘客 當時車上有17名乘客 公交車則在嫌犯開槍後 停靠在鮑德溫公園市的Point Avenue車站 嫌犯趁機逃離現場 但靠著監控錄像 警方很快抓到嫌犯 更多案件細節仍在調查中 嫌犯目前被關押在洛縣囚犯積壓中心 保釋金額為100萬美元 如果你有機會離開 你也必須要告訴警方 或者如果你感到危險 你也必須要離開槍後 再去另一個槍 新道人電視台記者李佳音 李永峰 加州鮑德溫公園市採訪報導 洛杉磯西北部的波斯特大火 過火面積已經超過15000英亩 上千人被迫撤離 美國林業局消防員也於週二 前往部分災區支援 來看報導 南加州上週六爆發的波斯特大火 截至週三下午 燃燒面積為15690英亩 在消防部門多方合作下 火勢控制率已經接近40% 美國林業局消防員在週二 乘船前往發生火災的金字塔湖附近 加強控制火勢的燃燒面積 消息指出大火已經燒毀一棟商業建築 有藝人因火災受傷 而起火原因當局還在調查中 南海岸空氣品質管理區建議 附近居民要減少出門並關閉門窗 在室外則需要佩戴N95口罩或呼吸器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劉佳佳綜合報導 加州提案SB1297主張在加州1號海濱公路 沿線安裝超速攝像頭 這項提案在週二通過了州議會交通委員會的審核 等待進一步批准 加州議會交通委員會週一批准了SB1297號提案 這項提案主張在加州1號公路馬里布路段上的 5個定點安裝攝像頭 這項提案在最終提交給州長簽字生效前 還需要經過隱私和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聽證 並提交給全體議會表決 提案發起人 民主黨州參議員本艾倫 週二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希望超速攝像頭能有效減少超速行駛 保障民眾安全 馬里布市長史蒂夫·烏林也發表聲明 希望司機能因此用負責任的心態開車 根據城市新聞社報導 自2010年以來 1號公路馬里布路段已有59人死於交通事故 除了當局積極設置限速標誌、車速回饋標誌、彎道警告等 加州公路巡邏隊也加強了執法 新韓人電視臺記者蔡美音總和報導 本週 數百萬美國人處於高溫警報之下 除了健康安全面臨風險 家庭和企業的經濟也承受著額外的損失 隨著炎熱的夏季到來 頻繁的高溫警報讓人們不得不想盡辦法消暑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降低空調的設定溫度 並提高空調的制冷時間 美國銀行研究所在分析後發現 自2019年以來 氣溫升高導致的消費者每月平均電費支出增加了23% 企業也承受著同樣的負擔 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 在2023年度的報告中援引數據指出 農業、建築和製造業等行業 因為極端高溫天氣損失了超過25億小時的勞動力 極端高溫還會擾亂航空業 當空氣變熱、密度降低時 飛機起飛時就必須減輕重量或延長跑道 直接後果就是乘客或行李被延誤 甚至是航班直接被取消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中二 全美第二大學區 洛杉磯聯合學區通過了一項政策 禁止學生在校期間使用智能手機 對此 民眾喜悠參半來看報導 為了減少手機和社交媒體對學生的危害 洛杉磯聯合學區預計明年1月起實施禁令 禁止學生在學校使用手機 我工作在休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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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這對她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她在手機上很嚴重 我認為她沒有用它 去研究資訊關於她的學校工作 我認為她比較在看TikTok 或在Instagram上 在學校工作中 有老師曾經想在課堂上執行類似規定 但十分艱難 處理學生的雙方 在學校工作中 學生是幾乎這麼多的 像一字獎吧 較為沒有經驗 學生的經驗 應該是最難的 我認為科學生是最難的 我認為他們不會把學生的 至于如何实施这项手机禁令 洛杉矶联合学区将收集各方反馈 并在未来120天内制定详细方案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 刘洁 洛杉矶采访报导 旧金山华裔竞选人雷千红和林卓氏 周一晚举办竞选筹款会 近140名社区人士出席 支持华裔参政 帮助改善社区 正在竞选旧金山市立大学董事的雷千红 曾就读于市立大学 父亲曾在市立大学担任讲师 儿子目前也在市立大学读书 他说 市立大学影响他一家三代 看到校方出现严重财政危机 他不能袖手旁观 另一方面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林卓氏 正在竞选旧金山联合学区 教育委员会委员 这是一个地方 人们可以从小的开始 做什么他们想 我们必须要修改我们的学生系统 如果是公共学校 如果是市立大学 我们必须要改变 旧金山陷阱协会主席肯龙巴 代表600名陷阱出席 支持雷千红竞选 旧金山全市约81万人口当中 华裔占约五分之一 民众希望支持华裔参政 改善社区 在新坦西斯科 我们有40%的大学 我们有20%的中国 我们知道教育很重要 为孩子成为成为成为年代 所以我们带来帮他们成为幸福 我们一起努力 为我们安全的街道 为我们的孩子们的好教育 谢谢大家 金坦电视台 《狙狙山》记者站采访报道 台海和平受到高度重视 中华民国国防部周三 和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同时宣布 美国决定对台军售 两款攻击型无人机系统 总额3亿6020万美元 并进行智慧国会程序 根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 这次对台军售3.6亿美元 其中约6千万用于720套弹簧刀 300型制空攻击飞弹系统 3亿美元用于291套 Altius 600MV攻击型无人机系统 中华民国国防部指出 这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任以来 第15度对台军售 展现美国政府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 也继续落实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这次采购的攻击型无人机游荡弹药 今年来在实战中成为战术新选项 国军希望能在全球产能受限的状况下 加速完成战力建制 提升不对称作战能力 中华美国总统赖清德 对美国军守台湾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表示感谢 同时就中共并吞台湾的威胁提出警告 赖清德指出 上周刚刚结束的G7峰会 要求中共放弃以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 遵守国际规则 再次说明了台海和平稳定 是全球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 我们也会持续的强化我们经济的韧性 也跟民主阵营站在一起 共同发挥贺阻的力量 以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 宇威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人权观察和挪威的维吾尔援助组织 周二共同发布调查报告 指中共政府在新疆 系统性的把具有文化意义的维吾尔村民 改为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名称 抹杀民族文化 报告指出 2009年到2023年期间 中共更换了大约3600个维吾尔村庄的名称 其中630个与宗教 历史和文化相关的名称 被改成了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名字 例如 阿克美奇特村民原意为白色清真寺 2018年被改为团结村 都塔尔原意是一种维吾尔乐器 2022年被改成了红旗村 更改村民最多的地区 意思是喀什43.8% 和田25.4% 阿克苏22% 人权观察 中国部代理主任王松莲 在X平台发文说 这些变化大多发生在2017年到2019年期间 当时中共政府在该地区的反人类罪行不断升级 他还说 这些更名是中共政府抹杀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表达形式的一部分 我们呼吁相关政府和联合国加大力度追究中共政府在维族地区的暴行 有受访者表示 村庄更名给当地人带来深刻影响 一名刚从中共所谓再教育营获释后的村民 买车票回家时找不到家乡的村民了 新唐人记者陈岳 雨薇综合报道 下面来看今天的两岸扫描 6月19日中国南方暴雨持续数日 在广东广西福建发生多处山体滑坡 导致房屋坍塌 公路中断 人员伤亡 其中福建上航的滑坡压塌了1668年修建的青园寺 在寺庙里避难的一家六口全部被埋 广东每周有将近1500栋房屋倒塌 多地电力供应和通讯都中断 不少村镇在洪水中成为孤岛 客家第一宗祠 福建最大报寸最完好的重点文物 李氏大宗祠 不敌高达两米的洪水侵袭 6月16日东西两侧 各两排横屋坍塌 只留下中厅和后屋 李氏大宗祠始建于1836年 占地5600平方米 结构为奇特的回形 6月19日早高峰上海地铁河川站内 一名头发花白的男子突然拿出刀子 无差别伤人 有年轻人应声倒地 官方通报称现场三人受伤 嫌犯姓沈54岁 已经被逮捕 行凶动机不明 始发之后 上海地铁9号线河川路站临时关闭 中国在线商城最努力打折促销的618购物节 今年的销售额首次下滑 同比减少7% 凸显中国经济浅淡淡 电商中国网称 今年各平台采用明星直播等重量级促销 给出更低价格 持续一个月吸引消费者 连奢侈品牌也给出五折优惠 不少商家裤槽 价格已经内卷到无力可图 但是消费者还是掏不出钱 欢迎回来 近年来 珍珠奶茶风靡全球 带动了台湾茶的知名度 让台湾茶在国际展会受到青睐 来听听台湾宜兰茶庄的专业人士分享 如何泡一杯好茶 台湾宜兰陆院茶庄第四代负责人林佩颖分享 要泡一杯好茶 最好用山泉水 矿泉水也能增加茶汤风味 就像你煮牛肉面好了 你的水汁也要够好 肉要新鲜 煮出来的肉才会好吃 所以原料不可否认 茶很重要 水当然也很重要 因为它们是造成茶汤的最主要的两个原料之一 加工程度越高 如烘焙或是全发酵茶叶 就需要更高温的水去冲泡 开水滚了之后 让它放一下下 然后倒下去 那个温度是最适合 像是绿茶或东方美人茶 我们都会建议温度低点 因为太高的温度去冲泡它 它就很容易把那个茶叶烫熟了 就很像青菜煮熟了一样 就会失去它原来的那个味道 所有茶叶都可以冷泡 绿茶你可能放十个小时好了 那可是很紧实的乌龙茶或是焊香的茶叶 可能12小时 14个小时 你需要花更多时间让它宰开来 他表示 发酵度越低的茶叶 咖啡因含量可能较高 不想摄取太多咖啡因的人 可以考虑耐冲泡的东方美人茶 只要你喝的是品质好的茶叶 基本上它的咖啡因都不会太过让你睡不着或不舒服 如果你一定要喝很浓 你就选择好的茶叶喝很浓 他说 不同时期购买的茶叶 在不同时候品尝的味道不同 代表原料天然 因为你的对味觉的敏感度不同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茶的味道有一个 你上一次没有发现的味道 再次茶叶其实一打开 它就不断在变化 味道不断在转换 所以为什么茶叶可以放四十年五十年 它的味道它是活的 它是有生命的 所以我觉得喝茶有趣在于 你可以去了解这一批茶 它是产在什么样的产季 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一季的茶叶是因为雨下的太多 还是雨下的太少 太阳照的太多 还是太少 造成它风味上的变化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郭约熙 林永峰 洛杉矶采访报道 欢迎回来 意大利艺术家提香的早期作品 逃亡埃及途中的休息 将于7月2日在伦敦加士德拍卖 估价高达3200万美元 提奇安诺·维加略 昵称提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艺术家 逃亡埃及途中的休息 是他20岁左右的作品 这幅画可谓是历经沧桑 1809年在维也纳被拿破仑军队夺走 又在1995年被盗 2002年一名艺术侦探 在伦敦西南部的一个公车站 发现了它 加士德拍卖行表示 这幅画是约145年来首次投放市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琴 田园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日加州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